西勇 游泳 西藏 家人 做jeep 白火罐 中陽 沙灘 動作片 不夠睡 養貴 唱法 賺我老實 玩啤牌 賺我孝順 現在其實除非一些很熟悉的人 我才會哀哀哀哀 否則基本上我還是不出聲多 但你不說話又不行 我們這一行 因為你一點都不說 人家真的會誤會你整個性格 兩樣東西 一是難搞 一是很囂張 一是很囂張 很少可能會說 會用文靜去形容一個男士 這些真的要時間 但你是很吃虧的 做我們娛樂圈 人家第一個觀感就是 你很不主動 很不激動 我是有點隨遇而安的人 那種性格的人 但這些真的很不適合娛樂圈 很容易被人淘汰 真的很奇怪 又真的很奇怪 回到內地 我覺得自己的性格有點變 你都選擇了回去 你不可以再這樣說不出聲 再這樣收起自己 我是比較主動的 我是會說有沒有鏡視 反而我很享受試鏡 因為你試到別人看完你 選擇你就是 他覺得你對 所以在大陸那段時間 有東西拍的時候 那些角色我也是很喜歡 那時候為什麼要回到內地呢 其實我有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覺得自己已經停滯不前 在公司那裡 停滯不前的原因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用什麼方法 去洗脫幕後的同事 對我 是一個很弟弟的形象 那我覺得不如離開一下他們的事件 嘗試去另一個地方發展 那幾年呢 剛巧就是 有一點點 改朝換代 他們的成長過程 那時候我是不在這裡的 所以別人對我 是一片空白 有好有不好的 他已經不熟悉你 但是他可能會看回一些 舊的東西 就是說 喂他以前是這樣的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 博不博呢 但是通常都是對你沒有印象 那所以呢 當他看到你的表現的時候 就可以慢慢讓回一些後面 但是就真的要 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就當擦走了 你大陸做過的事情 那 回到去 他 盡量要跟自己說 你一個生日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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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